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继续我们的访谈 那这个访谈是在4月8号 将要在旧金山有一场盛大的 第三届的海外炎黄子孙 拜祖大典的仪式 那现在请到的是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Helen Ho Helen你好 祖伦你好 非常高兴在电视台给你见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en她是拜祖大典组委会的秘书长 是的 另外一位是协办单位 她是华商总会的会长 张福明会长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周六小姐 各位乔包晚上好 好的 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 那在这个第三届办的这个活动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一届活动 因为已经总结了第一届 第二届的经验 势必有一些跟第一届 第二届不同的地方 从这方面发挥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这一届主要就是把我们大典的议程有九项 那么第九项我们改了一点 就是来表达我们华侨的一种新声 那么我们叫华夏魂华侨梦 那么它是有唱一些代表我们华侨新声的一些歌 然后我们也有请小朋友们跳舞 还有乐剧 还有京剧 就这些个别的就select上去了 那么我们在后边还有更多的舞台节目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来表演 就是各个社团都可以来表演 这是要差不多另外有多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并且我们还有不同的摊位 就是说有代表文化元素的代表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的摊位 例如什么 就比如说什么碱子 或者是有什么就是跟画画 或者是鸡蛋有一种像木雕刻 对啊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就是非常中国特别的活动 那现在都在积极报名中 当然有几位已经拿到了boost了 那么我们差不多有十几个boost吧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积极报名 希望4月8号是个好天气 应该是的 对那个时候也是靠近美国的Easter的时候 所以我想大家对于这种亲子活动全家参与 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 现在还在欢迎这些organization参与吗 是的 是的 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七十个社团已经报名 已经有七十个社团 对那我们报名的话呢 有报名表格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可以让不同的社团都来参加 可以参加表演 可以参加在大台上 大典的那个舞台上做那个方正演出 方正演出 方正走一下 所以呢就非常的怎么说呢 我们每一个华人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台上骄傲的 骄傲的做个支持者 我就是炎黄子孙 所以因为去年呢 我们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单位 上台又走方正 今年已经冲破七十 对今年已经是 越半越大 其实并且还有很多单位都还没有报名 是 现在报名还是来得及的 还来得及 像我在手边呢就有一份 这一份就是拜祖大典的报名表 在荧光屏上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欢迎大家用网站啦 或者是电话来报名参加 好 我请问张会长啊 作为唯一的协办单位华商总会 你们的心情如何 当然了 你问这个问题是 问得非常的好了 我们作为了连续三年 这个拜祖大典的协作单位 我们是感到很高兴的 因为本身这个拜祖大典呢 活动就在旧金山那个政府 政府大楼的广场 前面那个广场 所以这个意义对我们那个 美国华商总会来讲是 意义非常的大 这个也是言完子孙 拜祖大典对我们美国华商总会的信任 所以我们是传力以赴的 协作这个主办单位 把这个活动来把它搞得更好更大 容许我再追问一句啊 比如说华商总会作为协办单位 当然我感觉到您的感动 但是在实际操作方面 你们如何配合 如何扩大这场这个event的 它的活动力它的范围 好的 刚才那个秘书长已经讲到了 前两届都是大概就是50个社团吧 但是今年已经上到70了 而且现在还没到最后截止 我们还希望各方面的老侨团 新侨团都欢迎他们来参加 因为这个阎王子孙 大家都是都是玩皮肤黑头发 是吧 所以我们都是很很热情的 欢迎他们的参与 对所以也不分地区 以旧金山作为一个中心 往北往东往南都欢迎华侨参加 对的不单单是我们三方市的社团 南湾的东湾的 反正在湾区一带的我们都欢迎 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 KTSF的娱乐漫谈的节目 可以把这个大典的消息传播的更远 然后也增加更多的了解 都可以从今天的电视节目 多多赶到自己的参与感 然后热情的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的 谢谢 是的 那么Helen 我还想继续问一下 您特别强调了青少年 在青少年方面 在让他们参与唱歌 或者是百方正 总统 都要聚集起来 要预演一下的吗 这方面的困难度在哪里 其实困难度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一般担任着秘书长的工作 我一边一直负责的就是儿童合唱团 当然我们有团长 我是他的左右臂来着 那么我们每次都是把不同年龄的孩子 从南湾聚集点和东湾聚集点 一块儿把他们合演 就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东湾有东湾的练习点 南湾有南湾的练习点 到最后的时候 你想五六十个小朋友 他们大多都是在五岁到十二岁之间 真的很小 非常小 所以他们周末很忙 那父母又要特别的来 所以我们是蛮辛苦的 把他们招了在一块儿 当然了我们也有成人合唱团 我们有很多很多李怡小姐 李斌男都有 我看到这些照片 李怡小姐真是漂亮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 现在就是在白热化状态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排练 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今年我们选的是青少年 当然我们张主席说了 今年我们选的是 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 青少年来领唱 那他们都不会中文的 其实很多 那就是看拼音 然后就学 居然他们都能唱得很好 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出生在在的 弟弟到到美国 ABC 所以他们都是让我们很感动的 那我们做这个事情 主要也是为小朋友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根是什么 我们是中华 我们是中华传承 我们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 还让我们所有美国人知道 所有种种族的人 我们都让得 Be part of us Be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Exactly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些义工团 真的是很多都是几十年的侨领 他们都是很忙很忙的 毕竟我们都是义工 都有自己的视野和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是 周末一块聚在一块 然后小朋友们也都是 周末聚在一块 所以真的光表演参与的人 就有几百号 是 那我们去年是有三千多人参加 第一届的话呢 是有一两千人参加 那今年的话 可能应该突破四千 应该是没有问题 Parking怎么样 Parking的话 对了 这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免费的bus 到时候从东湾 南湾 中湾 北湾都有bus 所以鼓励大家就是 成群结队的 take bus来参加 对 我们免费的提供bus 然后大家就大人小孩 一块全家去那里玩 这么大的活动 即使是在桥界也是实属难得 那我要问的就是这么多人 可能交通拥挤 还有安全的问题 这个你有没有考虑到 有 今年我们就特别雇用了 专业的保安人员 并且我们也有很多资源的员工 我们也有几十个保安人员 所以我们基本上 今年的保安活动 在王节以外 就是我们做的是最到位的一年 太好了 谢谢张会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海伦秘书长 谢谢 谢谢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单元的访问结束 休息一下 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